第四集 陷入危机变成木偶 3 2 1 平凡的自己 害怕又担心 总是有太多小脾气 逼得我越来越近 怎样才能脱离 将大的难题 复杂的情绪 耗费了多少的经历 面前的不说迷离 没太多的你 哇 你们的表演真的太棒了 月儿 这个节目我跟思琪准备了很久 一直想要有个上舞台的机会 你们为什么不上啊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会喜欢的 其实我们是想参加范迪欣欣大赛的 但是只能三个人一起才能报名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 月儿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吧 你当我们的舞单 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一起参加了 对不起 我可能不能参加这个比赛 太可惜了 其实我们还编了一个舞蹈呢 对吧 萌萌 好 你要不然再看一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停停停啊 跳舞是一件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呀 表情要开心 发自内心的开心 发自内心的喜欢 怎么办 月儿 你这不是还动舞蹈吗 是啊 月儿 如果没有你知道我们 那我和萌萌就这个样子 去参加凡几星大赛 那不是要弄笑话了 其实 我确实会跳舞 只是 只是 有一些特殊的事情 我已经决定 不再跳舞了 为什么 月儿不想说 也没关系 不过我和萌萌 是觉得月儿是属于舞台的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放弃舞台 放弃舞蹈 月儿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月儿 我和思琪这么不擅长跳舞 不是也还在坚持吗 而且啊 你刚才看我们表演的时候 眼睛里是发着光芒的哦 尤其是在指导我们的时候 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充满了能量 月儿 你一定可以的 月儿 加入我们吧 是啊 月儿 嗯 那好吧 我最后 再试一次 我填好了 谢谢 这是我的啊 老师 谢谢 没想到 不明翻年新星大赛的人 赚不多 当然了 翻年新星大赛可是非常厉害的 在里面夺冠的话 不仅是实力的一种认证 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舞台上 哇 没想到月儿你很了解嘛 其实我以前跳舞的时候 也希望可以在翻年新星大赛上夺冠 只不过 没事 总之 翻年新星大赛呢非常厉害 比赛会非常激烈 一定要加油 马叔 怎么又是你们啊 这应该是我问才对吧 怎么又是你们 你们也要来参加翻年新星大赛 那当然 作为整个翻年学院最受关注的比赛 怎么能少得我们呢 况且 你不也参加了吗 他们也参加了 嗯 我们当然要参加 不仅要参加 还要赢你们 我们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得到 比赛时间不超 我们一定会得第一的 那我们 赤木 也待 我们走日前 拜拜 叶琪去了 走了走了走了 突然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六二三四五六七八 快跟上我们哟 来了 七 八 六 思琪 你怎么了 思琪 我没想到你还有搞笑的天赋 思琪 思琪 你是不是累了 如果累了 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思琪 你好奇怪啊 让你去休息 你一直乱动 让你跳舞 你就不动了 思琪 我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思琪 你真的太过分了 你耳环经理 你怎么可以打他呢 思琪 思琪 思琪真的太过分了 你说 思琪 是不是 控制不了自己身体了 对 那就解释得通 为什么他会这样了 不好 怎么了 思琪这么出去 很危险呢 你耳环拿给我 木偶卡 木偶卡 拥有控制能量的心智卡牌 能让被卡牌影响的人 随着吃卡者的心意 做出相应的动作 你不住吗 真的有什么事啊 你不住在这儿吗 我只有在这儿的心意 我去觉得你还是去忧光 我只是在这儿的心意 嗯嗯嗯嗯 那不是思琴吗 是啊 她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她平时不是很高了吗 这肯定有股幻 月月和萌萌很快就回来找她的 你们赶紧去拦出他们 思琴交给我 快走 再打一会儿嘛 老辉 来了 思琴 思琴 我没生你气了 你快出来啊 思琴 你去哪儿了 我先 你别别 我先 你上次走我前面 你就放了个屁 谁走你前面放个屁 你这次可不许放了 你还来 思琴 萌萌 你看 这不是思琴的手环吗 思琴 应该就在附近了 你有鬼吗 卡哥 你说我们找半天了 什么也没找到 不是想啊想啊 你说我们俩就在找着她呢 我们也拦不住她呢 说不定还吃亏 所以啊 我们 步骤次休息啊 休息 就是一会儿 就一会儿 我先 有人来了 魔法磁铁 按黑之力 把新枝卡牌 带到我面前来 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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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呢 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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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究竟去哪儿了 思琪 萌萌 思琪在这儿 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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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你还好吗 萌萌 萌萌 没事就好 你是不是在哪儿 我的手 不对 租荣环境提醒您 下期节目精彩继续哦 好啊 原来是你们在高管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玩啊 限制守护 闪耀 星河 萌萌 所谓的星月公主 这么轻易就被我打败了